这6个穴位是身体中的天然药方 大家好 你一旦不舒服了 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吃药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身体当中其实就藏着天然药方 而药方中的每一个药 就代表着你身体的每一个穴位 那我今天就给你来介绍一下 你身体中的天然药方 它里面最好用的6个药 那么首先第一位药 它就是你身体中的6位壁皇丸 可以干嘛呢 可以补肾 增强我们的肾气 这个穴位就是太息穴 太息穴在哪儿其实非常的好找 它就在我们的内脚踝间 与跟腱连线的终点处 那你会发现在正中间这个位置 咱们用这个三角穴一按 它会有明显的酸麻胀 那你就找对穴位了 大家在按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手去按 用一个这样的三角穴 这样比手它按起来 能够更好的去刺激我们这个穴位 当然大家没有的话 我们用一支笔也可以来代替 那每天多按揉一下太息穴 它就像6位低黄丸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滋阴 补肾 尤其是对于像腰吸酸软 记忆力减退 头晕耳鸣的这些朋友 这个穴位帮助就大了 那么第二个药物 就是你身体当中的逍遥丸 逍遥丸可以干什么 可以疏肝养肝 那么这个穴位就像逍遥丸一样的 它可以疏散我们的肝气郁结 它是太冲穴 太冲穴就在我们脚趾 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 指缝向上去推 推到推不动了 这个位置就是太冲穴了 那你说如果平时情绪不太好 情绪容易抑郁郁闷 那么这个穴位 大家一定要多去按揉一下 正好我们用三脚雀 这个尖尖的头部 这样点进去 按揉起来会更舒服 如果我们用大拇指的话 这样按不进去 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说这个穴位 就像逍遥丸一样 特别的好用 第三个药物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四君子汤 那么四君子汤是干什么的呢 是健脾一气的 而这个穴位它也是调脾位的 它就是足三里 它在哪里呢 它就在我们的外气远 也就是我们毒鼻穴往下三寸 四指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了 距离我们小腿前面的骨头一寸 也就是一个拇指的距离 还是非常好找的 那么平时咱们一定要多去按揉这个穴位 对于调理脾位它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两个腿我们都要轮流去按揉 那既然讲了四君子汤了 肯定不能少了四五汤 四五汤是干什么的呀 补血活血 那是不是对于女性特别好 那么这个穴位就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四五汤 它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冰骨 也就是我们膝盖骨的内上角 再往斜上方走两寸 也就是大约两个拇指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这儿呢就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穴海穴 大家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穴海对不对呀 在我们大腿内侧这个肌肉隆起的这个地方 这个穴位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补穴活血的这么一个穴位 对于呢像是这种月经的问题啊 对于这种血虚血跃的朋友啊 要多按一下穴海穴 那第五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贵妇帝皇丸 它是干嘛的呢 这个作用可厉害了 它是补肾羊的 那么这个穴位呢叫命门穴 在体态比较均匀的身上呢 命门它和我们的肚脐是相对应的 我们呢首先找到肚脐 然后呢沿着我们肚脐 你看向后发一套水平线 正对着我们挤住后面的这个位置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命门穴了 这个穴位呢可以大补命门之火 对于呢手脚怕冷怕凉的朋友 这个穴位呢我们多多的去搓一搓 去揉一揉或者呢去挨揪一下 那命门穴准确的位置啊 就在我们第二腰椎挤凸下的凹陷中 记不住的家人一定要点赞收藏好 那最后一个穴位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相当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什么呀 腹方单身片 它是干什么的呀 它是调心的 可以通畅我们的心经 它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内观穴 就在我们的手腕 腕横纹 向肘的这个方向走两寸 我们呢可以简单的用我们的三个手指头 这样放在腕横位的位置 然后最后一根手指头 所按压的这个点 就是我们要找的内观穴 它呢就在我们这个 两个筋的中间位置 这样呢我们多去按揉一下 你会感觉发酸发胀 按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优励一点 这样按进去 它呢就像腹方单身片一样 能够疏通我们的心经 对我们的心脏 你比如说经常的心慌啊 胸闷啊都非常的好 这样呢我们就讲完了 那身体当中的这六个天然药物 你现在知道了吗 并且你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帮助了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大家呢不用感谢我 我只要求大家呢 点赞收藏 然后呢在视频下方留言 有用两个字 同时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看到以后呢 我都会一一的恢复大家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具体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